歡迎收看小翔老師 佩妮教數學 一個袋子裡有三顆紅球 兩顆白球 連抽三顆 抽後放回和抽後不放回 問你抽出的紅球顆數會是多少 抽後放回的話 每一次抽都是 這個五分之三紅和 五分之二白 連抽三次 對不對 那連抽三次的話 它就是一個像是展開 所以它的機率就會是 就是要有C喔 C3取3乘以 這個五分之三紅 可以嗎 然後C3取2的話是 五分之三紅的兩次 五分之二白的一次 和C3取1 五分之三 一次和五分之二 白的兩次 對不對 那其實還會有一項 是C3取0 然後 5分之三 沒有了 5分之二 白的三顆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就是說我們算期望值跟算 機率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期望值要乘上數值 那你說那這題它又沒有講說要給多少錢 對不對 凡是涉及錢的事情學生都比較容易懂 這很奇妙 不涉及錢的事情就變很難懂 這要怎麼算這樣子 那其實它是有數值的啦 它的數值是什麼東西 它的數值就是 龍球顆數 所以說 其實你要乘三顆的時候你要乘的就是 3 2顆的時候乘2 1顆的時候乘1 0顆的時候乘0 所以剛才這個0不寫是沒關係的 那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 1 2 5分之27乘以1乘以3 加上 1 2 5分之 9 2 18乘以3 再乘以2 所以是6乘18 加 1 2 5分之 4 3 12乘以3乘以1 這樣子 所以這裡是36 這裡是 108 這裡是81 好那所以最後會變成是 1 2 5分之2 2 5 所以是 約掉25之後是5分之9 但是要說第一件事情 對於這個結論 我們要留意第一件事就是 它是可以超過1的 如果是機率的話最後合起來是不會超過1的 可是因為我們在算這個期望值會乘上數值 所以超過1是很合理的 不要覺得說超過1怎麼可能 當然可能 因為你已經有乘東西了 我們剛剛前面還乘100 200 300對不對 好 來看第二小題 抽後不放回的話 抽後不放回的話就不是 二項是展開的 因為它每一次抽出來的機率是不一樣的 它會相當於是抽一整把出來 也就是說在5個裡面抽3個 然後怎麼樣 以一種巴斯卡定理的延伸的方式去討論它 所以它其實是 如果你三顆都紅球 C3取3乘上C2取0 那如果是兩顆紅球的話是 C3取2乘上C 1顆白球 那如果是要注意要沉進的 後面這個有的人他也會露成這個 然後加上這個 一顆紅球的話就兩顆白球 他沒有辦法抽出三顆白球的 就他根本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那 除以 C5取3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要注意喔 一樣我們要乘數值 沒有乘數值會錯 那你會發現說就算我剛才這裡有寫出來也會乘到0 但是這是兩回事 就算他根本辦不到 是一回事 他辦到了也是乘0是另一回事 這樣到底會是多少呢 10分之18 也就是5分之9 關於他的結論呢 兩件事情留意一下 第一件事情 怎麼跟剛剛一樣 在這個問題是這樣 注意喔機率不一樣 機率不一樣 機率討論的方式都不一樣 但是結果 如果就是問說 抽出的紅球顆數的期望值 我連抽三次會抽出幾顆紅球 這種問題的話 在抽放回跟抽不放回的這兩種問題裡面 答案是一樣的 而且 第二個我們看這個 結果 他會剛好等於是 3 3乘上5分之3 也就是說 我第一顆抽到紅球的機率是5分之3 然後我連抽三次 就把他乘3倍 你如果以抽放回的話好理解嗎 因為我每一次就5分之3 對不對 但是抽後不放回 也剛好是喔 那這個不是那麼直覺的說 感覺是就會一定是 他是因為一些複雜的推論 然後真的是這樣 那到底是什麼複雜的推論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 在我們討論他之前先介紹一個 這個排列組合的 一種公式 那我們在排列組合的 上到那個二項式定理之前 有很快速的短暫的提一下 但是我們實際上在排列組的那個單元沒有在用這件事情 也不一定要 也不用背 但是讓你們知道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 如果CN取K乘以K的話 他會剛好等於CN-E取K-E乘以N 有點醜 但是他沒有那麼難理解 我們先來看這裡 這個給你一個現實的情境去想你就知道他是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比如說30個學生裡面要抽5個人 來組籃球隊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選呢 那我有C30取5總的選擇 對不對 但是這個 裡面要有一個隊長 所以我有一種方式是 C30取5 組成籃球隊之後 從5個人裡面選一個當隊長 可以吧 那或者 我也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先從30個人裡面選一個當隊長 然後從29個裡面選4個當他的隊員 這樣懂嗎 所以 這個 CN取K再乘以K 這個K就是從K裡面取一個 CK取1這樣子 所以 CN取K再乘K 他就會等於先取N 就是先乘N 再乘CN取 CN-E取K-E OK嗎 那如果我們以市值推導 就是你現在看到 你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 那因為就只是市值的約分 加減 我就 不帶了 你可以按暫停看一下 那會得到這個結果 OK 在我們知道了有這麼一回事之後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 重複試驗 我們剛才討論的問題就是重複試驗 也就是說我連抽三次 對不對 重複的去做一件事情 代中有T顆球 裡面有A顆紅球 那我為了讓大家更好理解 所以我把 原本的題目拆成兩三句講 我們一講一下停一下 這樣子 第一顆抽到紅球的機率是T分子A吧 沒有問題 如果抽後放回連抽N次 就是我們剛剛的題目 N次裡面抽出的紅球的次數 的期望值 我把紅球的次數叫做K 因為我等一下要寫那個期望值的符號 所以要有一個代號 但是這K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我要求的就是說 在這N次裡面抽到的 紅球次數的 期望值 可以嗎 會是多少呢 我們的期望值會寫一個符號 就是E of K 這個E就是 期望值的英文 我要去算這個K的期望值 那這裡就是我們剛才所做的計算 我總共裡面抽到K顆的機率 像我們剛有那個抽到 兩顆的機率 那這時候K是2 那他是不是 CN取K C3取2乘上 紅球 兩次 白球 這個3-2一次 這樣子嘛 這個 1-P就是 3-5的另外一半 2-5 那這個是K等於2的時候 這是K等於2的時候 那K等於2的時候 我還要去乘上這個K K 因為印刷的關係他有點跑掉 所以我們還要去乘上那個 次數K 然後這裡有一個Sigma K從0到N 如果你還沒有學Sigma 你也許就會聽不懂 但是 可以跟 很快的講 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裡不是算了這個抽 抽1顆 2顆 3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當K等於1的時候寫出來就是這樣子 去加 這個Sigma是累加的意思 就是說K等於1的時候把它算出來 加 K等於2的時候把它算出來 加 K等於3的時候把它算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條很長的 很多項加在一起的式子合併起來寫成這一波 這樣子 就不用寫很長 那 它其實有個K等於0的這一項 但是因為K等於0 這項會乘到0 所以我就乾脆不寫了 所以 K等於0可以不用管 我就可以把它的K等於0直接從 改寫成K等於1 因為我心裡知道K等於0那個會乘到0 可以直接移除 那於是這裡呢 K乘以CN取K 就我們剛剛講說你從 30個人裡面選5個籃球隊的再從5個人裡面選一個當隊長 K乘以CN取K就會被我們換成 N乘上CN-1 先取一個隊長再去選他的隊員 然後我們的這個Sigma是 對他全部 就是說後面這一些都在Sigma裡面 所以你要嚴謹一點的話 就是說這裡刮起來 我們就只有改這裡把這個改成這個 其他都沒有動 然後這一次到這一次就只有把這個0改成1而已 那於是在這裡面 隨著這個K可能是1可能是2可能是3 你會發現你每次乘到的這個N都是 N 所以說N是常數N就被我提出來了 到這裡沒問題 然後呢他還做了一件事情什麼事情呢 他抽走一個P 我在這個式子裡面 我每一個式子裡 因為你沒有那個D乘以0的那一項的 所以你的P至少會有1 那你的P至少會有一次的話 我就把大家的一個一次的P整個拿走 所以把一個P抽出來的話 這個K就變成K- 然後就前面成了這個 N和P 所以 這一行跟上一行的差別就是他把一個N 和一次的P 抽出來 那於是變成這個式子的話呢 這個 仔細看就會發現 他又剛好是一個 二項式展開的結果 那個重複抽N-1次裡面 有K次 然後把它全部從K等於1到N加起來 這裡是機率 沒有乘那個K 他最後沒有乘K 這裡是機率 所以我們剛才有乘K把每一個都乘次數 加起來的是期望值 然後不乘的時候 不乘K的時候 我們剛有提到 如果你不乘K怎麼樣 加起來是機率 如果是機率的話合起來是1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這一坨就會變成1 那你現在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 最後會導出一個很漂亮的結論 什麼結論呢 因為我們剛講這裡是1了 就會變成N乘P 而這個P是什麼呢 這個P是 一開始T顆裡面有A顆 所以說 如果你是抽後範圍的 那麼你連抽三次的話 我直接在 第一次討論 抽第一顆 抽到紅球機率是5分之3 把它乘以3就好了 這個就是重複試驗 抽後放回的 一個速算的方式 下面一個例題 同時骰出20顆骰子 那 出現紅色的點數 也就是紅色是1和4點 那這個 期望值是多少 他變得很直觀 每一顆出現紅色是3分之1 就6分之2 每一顆是3分之1 20乘以3分之1 所以是 3分之20 這就是答案 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他其實後面的數 後面的機率的原理是有一點複雜的 他雖然說得到一個很直觀的結果 沒有錯 但是就是說他其實背後的機率原理是有點複雜的 我們真的算起來是要列像這樣 一個很長的式子 只是他倒著倒著就會剛好 就是那麼簡單的結果 這樣 這也使得 期望值在這個部分 很多人根本沒有 正確的把他全部都學完 卻也都還是會答對 使得他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 現實生活中他其實是蠻常用的 然後呢 這個是重複試驗 如果抽後不放回 我們剛剛也示範抽後不放回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來看結論 結論就是 他跟 抽後放回一樣 可以用那個N乘以P 就是你一開始 第一顆的紅球是5分之3 然後抽 這個5分之3是P 然後看你抽幾次就把它乘以幾 結論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那個教你怎麼去看這些式子的推倒了 那這個 這裡的推倒跟剛才的推倒流程差不多 就是差一點點 但是沒有差很多 所以你現在按暫停自己看一下吧 那就是說我們的結論就是他會變成很漂亮 他會變成 N乘以P 所以說 老師做 籤筒裡面有100張圈和200張差 每一堂課結束都抽一張來決定下一次要不要小考 那麼整個學期除了第一堂課的 以外的51堂課 整個學期有51堂課 小考的期望值 為何呢 你會抽51次嗎 我第一次抽的時候是在300張裡面有 100張 抽到圈要小考對不對 所以是51乘以1分之1是17 期望值就是會考17次 這題跟剛才那題不一樣 因為你20顆骰子每一顆都是有6分 3分之1紅3分之2黑 所以每一顆的機率是一樣的 可是 按理說我們越抽他裡面的籤數是越少 而且會一直變化 對不對 他從300張籤變299張 298張 然後看紅幾張 圈幾張差幾張 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 結果就是 還是變成很簡單的結果 就是拿次數去乘上第一次的機率 那 其實我是建議你們按個暫停看一下 真的搞懂他為什麼會變這樣子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們這兩顆上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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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